另外就是在陶约约索国校13号也传出了校内有一名学生确诊 她的妹妹也在学校就读 裁检阴性 学校就立刻宣布从14号开始全校停课到5月底 城市中证实有掌握到这项讯息 而他们的父亲就是按1203用餐时的接触者后来确诊 而班级出现了确诊者 同班级的家长被通知之后 中午就立刻带着小朋友到医院来做裁检 并且进行居家隔离 而由于这个消息来的实在是太突然了 让家长措手不及 也不晓得说隔离期间小朋友应该由谁来照顾 家长赶到学校忧心忡忡准备接小孩回家 因为校内有一名学生确诊 桃园肩上一个小学也传出停课 卢州在案子的一个相关在吃饭时候的一个接触者 那个接触者是确诊的 那他同住的家人 那有一个是确诊 至于学校确诊者的妹妹也在学校就读 则是裁检阴性 校方第一时间立刻将两个班级进行停课 并从5月14号开始全校停课到5月30 校园也全面消毒 小朋友就读班级出现确诊 家长第一时间也收到校方讯息 要他们直接带健保卡到学校 接小朋友到医院裁检并立刻回家居家隔离 由于确诊个案的妹妹还在学校附近安清班上没语课 安清班也收到卫生局通知停课消毒 校园出现个案确诊者 班级接触者都需要居家隔离 其他班级失身自主健康管理 停课讯息来得太突然 让不少家长措手不及 记者林祝强桃源报道